林野狗 今天繼續跟大家說 子不語的故事 今天講這故事 七月其實還蠻危險 今天講關於一個 答經的人的故事 這個男人姓葛 他最喜歡喝酒 也是喝酒 但他喝酒誰知道 喝了酒之後 就喜歡吊死鬥飛 例如跟朋友說 陪我喝吧陪我睡吧 最喜歡約三枝機做這些 但最喜歡佔口頭上的便宜 有一天 他跟朋友 清明時節 去了羽花台 這個地方遊覽 在羽花台的附近 他們看到 空置了的棺材 而這棺材 亦是破壞了 爛了些 爛了些 看到有些東西突出來 應該看到紅色的裙 突出來的 朋友知道他 他很口響響 口花花的 就跟他說 你平時這麼大膽 叫我們陪喝陪睡 你嘗試跟 棺材裡面的那個 嘗試說吧 這個姓葛的人 又真的夠膽 就跟棺材裡面那個 穿著紅色裙的 不知道是什麼 就說了 乖乖 來吧 我們去喝酒吧 他真的叫了這句 去佔這個 棺材裡面的 便宜 他照說 那些朋友就 你真的很大膽 佩服佩服 我們就不敢做了 你就敢做 厲害 但是這個呢 姓葛的人 就發覺呢 去到旁晚 各自歸家之後呢 就有些 拍攝的東西 跟著他幫 跟著他 我們知道 當然是不對勁了 於是呢 就要入黑色的 乖乖 我們一起去喝酒 那他和這個 黑色的東西 就上了一間 酒樓上面 去喝酒 他就叫了一個 店小儀 兩杯酒 各有一邊 就叫乖乖喝酒 即是他又喝 他又喝 我又喝 那兩邊 但是呢 其他人呢 是看到黑色的身影 老闆以為他 癡了癡癡 癡癡癡癡 一個人叫兩份 他自然自然 不知道做什麼 跟著呢 姓葛這個人呢 其實聰明 知道又不對勁 他們把頭頂頂帽 脫下了下來 放在桌面 就跟對面的那個說 乖乖 我現在呢 就 尿急 真的這樣說 就 走開一陣 來這裡等我 沒有酒啊 這樣就 放下了頂帽子之後呢 就急急腳 其實下了一個樓下 去埋單 然後就 走人 回家了 回家了 什麼都不管了 但是呢 店小儀看到 咦 怎麼沒有留下了桌面呢 咦 但是呢 小儀又探心 探心 他把這些帽子拿回家 這次是幣家貨 那黑影呢 跟了店小儀回家 然後呢 跟了他回家之後呢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那店小儀呢 就 掉頂 死了 那呢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呢 那店老闆就說 啊 這個乖乖 真的不乖了 認帽 不認人 哈哈 原來只認到頂帽子 那死角那個人呢 就 有沒有事呢 故事在這裡呢 就沒有再交代了 到這裡結束了 啊 那不知道他會不會繼續好喝 那他就好喝 我當然要好喝 那呢 那今天呢 是喝什麼呢 今天就喝了另外第三支 這支 這支 貓士 第三支 那這支是什麼呢 這支 logo 都很漂亮的 還是呢 那這支呢 就是貓士的經典金律 雞尾酒 那 第三支 那 那 嗯 我們 我們 喝起來吧 我們來試一下這隻 貓士 的雞尾酒 這隻雞尾酒 很漂亮的 我始終覺得這隻 貓仔的設計呢 是挺漂亮的 我拿起來 謝謝 看看 看看 上個禮拜那隻 那隻 我都覺得他這些設計不錯的 那我試一下他這隻金律 金律的經典金味酒 其實它是 Old Fashion來的 其實我好像說了這麼久 沒有說過 Old Fashion 其實主要是什麼 其實第一次有說的 是威士忌 但是它有加那些苦艾酒 加上其他酸度 都會有少少的酒 平時出去的酒吧 但是呢 你自己 怎麼說呢 自己 喝呢 其實你自己可以加橙 加一些檸檬 其實都會挺新鮮的 加上冰 現在試味 所以就比較少 現在這隻是金律的口味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律子味 哇 它真的厲害 它真的聞到有栗子味 有栗子的口味 很神奇 它應該有機會加了栗子味的酒 我猜是 所以它有栗子的香味 當然 它仍然有 Old Fashion上面的威士忌味 不過我不知道它用了哪隻威士忌 因為它混了 它沒有栗子味 遮蓋了 其實我不太聞到其他煙燻味 如果是煙燻味 是雷蟲的 我自己 但是不覺得 那我就喝了 嗯 厲害 它喝了真的有栗子味 是 的 的 的 即是它也是 Old Fashion 但是它是很重的栗子味 那是 過癮的 過癮的 那現在 那些酒吧呢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得回來 走上去 那次近了 還在這裡走著 當然我都不能去試一下 那些酒吧 因為家裡很難做的 那這些呢 瓶裝呢 它們自舊呢 挺好的 可以在家裡自己做的 那我現在就這樣喝的 我都可以 都可以 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不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不喜歡看我喝酒 因為我醉 哈哈 好啦 我們下個禮拜看看還說什麼故事 還有喝什麼酒 下個禮拜再說 好 好 回到第二節的白鬼夜人 對 吳君就喝完酒 哈哈 大家都不看我了 因為我不醉 哈哈 喜歡看別人喝醉 喝醉的人 有人送很多東西給他 全世界都送的 噢噢噢 今天 那人不同 對 年輕女 對 所以你之前的投票 我也是年輕的 不是啊 我們不要在這裏真正念 對 話說 《Check Room》的觀眾都挺厲害的 就是 剛剛那張照片 因為傳說 就是東京Metal 的千代田線 西日無理站 西日無理站 就是傳說而已 對 也是傳說 我覺得很像 他有個理智 哈哈 是 是像東京Metal 我也說一次 不過 他不公開 我想都是為了 猜測 就是這樣 到月尾了 對 說到傳說 話說 每個七月都在說 余蘭節 是 就是 我們八鬼人集集都說過 當然不說 哈哈 哈哈 我們說什麼呢 話說七月是有第二個節日 是什麼呢 是七夕 過了 剛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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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過了幾天 七夕 是 那個 牛郎職女 不是我貼上婦女的 就是常郎問一下 哈哈 哈哈 問一下 那個叫什麼牛郎 牛郎 不說不行 哈哈 哈哈 我看到另一篇 就是牛餃 我不想分享進去 哈哈 哈哈 是啊 正經一點 七夕其實就是牛郎職女 一年一度 就重遇 什麼橋 什麼橋 其實叫銀河 其實這個節日源於 其實有兩顆星 如果在天文現象中有兩顆星 好像經過銀河 所以人家就會 剛好那個日子就是7月7號 然後他們就幻想了一個故事 就是牛郎職女 就是牛郎職女 那 往後就叫七姐彈 話說 這次我講過故事 嗯 就跟他有些關係 七姐彈 也不是求姻緣 那些東西 對 七姐彈 究竟是什麼事呢 七姐彈 原本呢 其實只不過是華人世界 傳統 類似是愛國的情人之感 當然不是那件事 是啊 不是那件事 就是硬 他們叫做中國情人之感 這個就是近年 近代想賺 商業 想做賺錢的事 說真的 過往其實都不是的 過往其實這些習俗的東西 都是主要都是 其實都是 都是怎麼說呢 那個文化上的 遺留下來的東西 然後有些東西記下來 其實最主要都是 都是牛郎星和職女星那件事 就是天文現象的東西出現 那回事 那回事多點 其實呢 其實呢 拉下來就是 有些少少同 其實原來 怎麼說 中西文化都有一樣東西 怎樣呢 那奇怪呢 其實 在西方有外星人 這樣嗎 你跳得這麼快 對 外星人是關於七姊妹的傳說 哦 七姊妹星人啊 你想說 哦 七姊妹星人 剛剛上星期 Kio有說過 那個螳螂人 是有些關係的 哦 我們明明是靈異節目 對 為什麼會關於外星人 外星人 然後 其實在希葉神話 也有七姊妹的星團 在金牛座裏面有28個 有些星團的組成的 就是七姊妹星團之類的 那個組成 很巧合 我覺得 就這樣看 好像 外國 為什麼有些這樣的傳說 又是關於七姊妹呢 但是 香港也有 香港也有? 香港有七姊妹的傳說 其實我沒什麼印象 是啊 其實如果過往看TVB的話 TVB? 是啊 是做過幾次的了 80年代有一個版本 然後去到 好像向海南 記得了誰 總之 Sherry知道誰是向海南 不知道 之後又有一個版本 是講者 是啊 話說七姊妹是什麼故事呢? 對 你這樣說 我好像沒什麼印象 對 香港有一個地方 對 香港的七姊妹的傳說 其實是一定有的 只能夠說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言之作作呢? 因為北角那裡有一條七姊妹的道 啊 我知道 還有七姊妹的郵局 是啊 我在隔壁上班 是啊 那個位置 確確實是這個傳說 留下來的名字 是啊 那你為什麼會叫七姊妹的道 咦? 我又沒有深究 這個 是啊 其實完完整整 是一個傳說的故事 其實是 是啊 我真的沒有深透過這條街 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 所以我剛才說了一些好像很不關事的事情 對 像是而非 又是七姊妹 又是七姊妹 星人 告訴你 喂 他在拍攝嗎? 是啊 不用理會 不是 前一陣子都是那些什麼 約十二傳說也有個 又是七姊妹的 哦 又有那個 哦 不過他那個版本是另外一件事 OK 因為他TVB拍攝 現在是什麼 更新 混在一起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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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姊妹 究竟有什麼傳說呢 為什麼又會關七直事呢 話說他有幾個版本的 先講一個多些流傳的版本 多些流傳 我和Sherry可能都不記得 是啊 因為這個其實是很久的 那個故事大概是1911幾年的 哇 又賤錢 是啊 都是這些日子 百幾年前 嗯 現在是八年前 現在是2020 是啊 百幾年前 其實 很久的 話說有 那時候也會有一些戲班 之類的 啊 做大戲那些 做大戲那些 有很多時候做大戲 去學戲那些人 其實都 叫做無父無母 在街上可能被人收養 哦 有說法就是有七個小女兒 即是孤兒來的 這麼多一次收養七個 不止的其實 很多戲班不止的 只不過這裏就有 講一個故事裏面 就有七個孤兒 小女兒 應該那時候是大量去收養 看看哪些可造之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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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麼幸運 他們就很好感情 嗯 去到長大到就是 一百年前的時候 差不多已經大過女兒了 他們不知道經歷什麼事 始終都在戲班 都會看到其他的大人 就是他剛剛長大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大人 一百年前 怎麼會七少福 對 即是他的意思 類似那些事情 七少福都是 有些人 把家裡窮的 把兒子 給師傅學習 對 就是那個 邏輯差不多 對 對 那類型的事情 那七個女孩 就是很好感情 而可能在戲班的關係 就是戲行都會看到很多 就是感情事 哦 感情瓜葛 對 就是感情瓜葛 然後他們又覺得那些男人很壞 就是可能有很多 就是那些 那些忘恩負義的事情 他們就聊天的時候 哎呀 我們當中都是不可以有男人的 那些 嗯 就呢 遇到那時候就是那些七夕 又遇到七夕 就是七夕 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 一直在說那些男女輕輕饿饿的事情 那他們就覺得 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就疏起不嫁 嘩 哦 是的 出嫁 不是 是自家 不是自家 不是自家 對 話說這裏又有一點 可以說話 以前那些馬姐興 也是會有這件事 在那時候 其實這個是 一種 算不算有些雜族呢 那其實呢 普通的女孩未嫁的時候 只會雜邊 嗯 就是雜邊 如果嫁了的話 其實就會雜成一個雞 是以前啊 當然是以前 應該是 我想應該賤前 真的很久 這些一定是 清朝以前的位置 即是已經是新文化運動之前 因為那裏又會剷除 拆腳 已經是排除了那些 其實 清末文仓 一定是191多 對 那個文化 對 那他們呢 他們呢 決議呢 就在這一天 就是叫做 七夕 七夕 剛剛講起 還未講完 自疏是什麽一回事呢 就是他們自己 不嫁呢 就扎起個計 就告訴別人 嫁了的 嗯 但其實就沒有 而且他本身 這個背後 很多含意的 本身呢 就是 可以自信 當然 嫁得的近時 當然是 處女 才出嫁 才是麻煩的 嗯 如果一直告訴別人 不嫁的 都是處女 不嫁的 就是 不是寡婦 不是寡婦 或者不是 離婚 就是休妻之類的情況 是 就是你本身 從來沒有碰過男人的 OK 所以 他們 其實這些 怎麼說 自疏的 就是 會有 講話馬者 的稱呼 叫姑婆 因為他們會 一堆姊妹 就會買一間姑婆屋 來養老 所以就叫姑婆 經常說別人嫁不出 叫老姑婆 就是這樣的原因 其實 背後有很多意義 其實 除了治疏 除了不嫁的原因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很大可能 是 如果用你BAL的角度 就是八合來的 如果用性小重那個 不是一定有這麼多個 現在說的 只不過 我說的是自疏 那個情況 有其中一 其實在古代 可能是 女同性戀 很多時候的情況 是這樣 未必 就是 免得有些狂風浪雕 也有可能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 其實他們本身 自己 做一些 職業 很多時候是 軟殘 其實他們有自身有能力 有經濟能力 即是可以自己養自己 不用靠男人 對 他們這種有少少女權 的 少少 對 其實是在 父權之下的女權 你可以這樣說 反過來 就是 而 決定的一件事 解讀有很多很複雜的 對 不要太複雜地深入解 可能是 同性戀 可能是 自己有經濟能力 不靠男人 各樣的事情 就是 這個就是 文化背景 有這些事情 而這 七姊妹 就是 她們在戲斑裡 就是 剛才說 看到那些 可能 父情父義的事情 就是 自己覺得 我們 當中不可以有的 不可以有男人的 話說 他們 結義金難 然後 個個都 決定 不嫁 又宣誓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對 對 通常結義實是這樣的 別人 男人又燒王子 對 斬雞頭 他們也可能斬雞頭燒王子 可能也會 真的不知道 只是沒有提到 儀式是怎樣 對 就七個 對 就七個 話說 最多人說的版本 就有一次 網後就有一次 所以七妹 就是最小的妹 最小的妹 當然是叫妹 他 有一班惡霸來 就看中了他 嗯 就說三天後要來 娶她 那個惡霸 這麼惡嗎 是啊 就是要拿人 這樣 這樣也要搶牆 而七妹 反抗也很厲害 在反抗的途中 是被她殺死了 蛤 被她惡霸 對 你不是強搶她嗎 是啊 反抗也太厲害 對 然後 對付她的時候死了 然後其他六個 為了承諾誓言 就跟著手牽手跳下去 啊 真是同日死 是啊 而跳下海的位置 就是現在的七姐妹道的位置 現在發生到 因為在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傳說發生之後 就是他們六個跳下海 嗯 然後第二天 六條絲 是在海邊浮上來 是手牽手地浮上來 是啊 然後再往後 過了幾天 是在那個海邊 其實那個位置 其實是海邊 是 然後浮起了七塊蕉石 哦 即是象徵他們七個人 是啊 象徵著是他們七個人 那浮起了那七塊蕉石 那七塊蕉石 還要是什麼 潮脹的時候是會被蓋起來的 然後潮脫的時候才會露出 各有大小的部分 好像屍體一樣 是啊 可能伸回頭上來 這樣的感覺 嗯 性格頭恐怖一點 是啊 性格頭恐怖一點 那其實呢 這個是最多流傳的 其他那些版本 其實有些版本 就是三妹 就說到 其實他們七姐妹 只是相識而已 哦 即沒有什麼 即是很熟悉的 很熟悉 但是他們各有家 家人 即是沒有所謂不教 他們有所謂不教 都是 但不是孤兒 哦 是另外一些情況 哦 純粹是去了那個戲牌 都未必是關於演戲的事 是那條村的七個 剛好有七個女孩很友善的 然後呢 有一個版本就說 其中三妹就是 她家人要把她嫁給一個姓王的人 她不想嫁的時候 就七個一起去了跳海 都是跳海 是的 總之都是跳海 是的 話說呢 其實傳說大致上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總之就是有七個跳海 不是 七個死了 就是七個跳海 是的 六個跳海 六個跳海和七個跳海的小小分別 是的 但是都是七個人死了 沒錯 然後呢 其實在戰時的時候 這個地方其實是被日本人登陸過 是 就是在北角這個位置 登陸過 但是其實在戰前 戰前之前 其實沿著海邊都有鐵 即是那叫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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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出其實那時叫七姊妹泳灘 有的 而為什麼這個傳說要拉下來 其實也要說除了他傳說 我們也是說靈異的 靈異的部分就是 在這個泳灘 夏天的時候 那些人逢是男人游夜水 是會被鬼問的 男人游夜水才會被鬼問的 而且是經常有男人 遇到死了 水鬼替身 只是問男人 對 主要是 那些人猜想會不會是那七姊妹 去找男人報仇呢 或者是找回 另外有些版本 可能要 有些傳統的東西 即是要完成了某些東西才可以做投胎 可能要找回一個盤才行 即是偶爾有冥婚這回事 都是這樣的說法 那要七姊妹 對 不止 但是在那裡發生的事 即是不肯定了 話說過了戰後之後 其實 即是剛才都說了 填海填到 其實現在的位置已經差很遠了 對呀 是內階來的 對呀 是內階來的 其實有人 在那段時間的之間 即是未去到發展到現在 那麼新的時候 其實有考古的人 嘗試找回那七姊妹 招食的位置 但是填了怎麼找呢 即是找大概的位置 噢 而有傳說 其實都挺恐怖的 如果這樣聽到 他們找到這七個地方 而那七個地方 挖掘下去 是找到一把梳 蛤? 是呀 而那把梳是會有捲頭髮 是蓄著在那裡的 那我覺得沒可能 是的 即是這個是那個說法 那個傳說的說法 是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故事 其實之前有提過的 之前有提過? 《狐仙》那集有提過 叫做一個石藏人的故事 噢 而這個七姊妹的道 正正就是石藏人發生的地方 咦? 那樣? 是呀 那次我們沒提過 我們之前說的石藏人 因為那時候被人捕了下湖 但我看看資料 石藏人原來 究竟跟七姊妹的故事 有沒有什麼關係 不得而知 傳說就有關係 但是最主要的地方 因為它發生的地方 就是七姊妹的道 話說當時 未完全弄得那麼厲害 那麼現代化的時候 還有山邊的 因為始終它沿著那裡 都是海邊位置 然後再填出去 還有一些舊的 舊的自然環境的東西 它那時候有很多中型的石 即是很大棵 大頭的石頭 很巨型的石 是的 話說在當時 其實現在叫太古坊 那個位置 但是呢 近時它是太古堂廠 據說是 有一個堂廠附近 很久了 是有一個工人 收工的時候 就聽到有一把男人聲慘叫 其實它就連續很多天了 但是就沒有留意找些什麼 就是 喊些什麼 然後後來跟街坊聊天的時候 原來不單止它一個人聽到的 晚上原來有很多人聽過 然後之後整班街坊就 組隊 決定組團 究竟找那把聲音在哪裡 到最後就派了兩個人 大家兩個人 可能大家相宜 然後 夠不夠膽 什麼時候 只有兩個人夠難為 兩個人去了 終於在七子妹道的位置 有兩塊大石裡面 終於找到 那個聲音的來源 而那兩塊大石 陷入了 其實它那條壁 一個拳頭 那麼上下的位置 一個拳頭那麼寬 那這條應該夾死了 是的 話說 其實一直聽到有聲音 也隱隱約約看到很深的那裡有個人 在那 他們就報警 報警 約夾死了 是的 他最初都是很不得 白絲不得奇解 究竟他為什麼會進去 但是他喊的那些東西 又聽不到他說什麼 啊 總之他就是古靈精怪那樣 那兩個人就決定報警 找人幫忙去救他 其實呢 用了很多方法 喬開了多一點的位置 新一點的條繩下去 但是 對方 是不合作的 啊 等他喊了 是啊 喊了救命 但是 他做什麼都好 好像用一些繩 丟下去 讓他 想用盡辦法 幫他拉上來 但是對方不合作 還要相反方向 抗拒 那他又很奇怪 話說那時候 其實現在是英治的地方 是 後來就找了英軍來幫忙 英軍 用少量的炸藥 炸開了他 嘩 炸藥 是啊 這條人呢 這條人不是炸死了 沒事 就是避開了 救了他出來 救了他出來的時候 還是神智不清 那他怎麼進去呢 對 然後 過了幾天 就是 見他神智不清 就丟了他去精神病院 然後呢 可能觀察一下 這樣之類之類 就等到他 清醒了之後 他突然懂得說 廣東話那樣的東西 因為之前一直說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是啊 然後 然後呢 那一定問他為什麼要去那裡的 對 為什麼在那裡 二來 他們救他的時候 為什麼在反抗呢 他就純粹說回個故事 就是說 其實他當日 有一晚 他也是放工的時候 其實他是附近那些工廠做事 然後呢 經過的時候 見到有 兩個 不是 見到是七個女孩子 很棒的挑逗他 然後呢 帶了他去一個地方 七個 是啊 一對七個挺開心的 還要勾引他 然後 他答應了他 就去了一個地方 很享受 給他們服侍 哇 就是他幻想的那個 情境 就是他看到的情境 是啊 他看到的情境就是這樣的 然後呢 突然間 過了一天之後 醒了他就 被困在石裏面 他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他就在那裡喊 他在那裡喊的時候 他就發覺自己不是 說什麼都說不了 廣東話 是的 不斷喊 其實他就想喊救命 但是呢 過了一段日子 很短日子 突然間 來了一些怪獸 不斷拋了 不斷拋了一些爪 出來 他就什麼 不斷擋 不斷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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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救他那些人 是 這樣啊 在他眼中就是這樣的一件 的事 是不是吃了鴉片 不知道 但是吃鴉片 你捐不到進去那裡 是 但是結果也是解釋不到 究竟他為什麼會進去 是 因為他只叫了七條女 是啊 其實在他眼中就是 有七條女 追求他 英國人 然後一醒了就在石裏面 被我混合住了 這樣啊 而這件事 其實在那個年代是有報紙的 也有報紙的 是啊 這麼大件事 有新聞 那麼出道 是 有鷹君有盛的 是 其實就是這樣 今天說的傳說就是 七子妹道的傳說 你不是故意七月趁我就快回公宵講這個故事 啊 你是在柴子中那裡 就在那裡轉過去 近來我也經常在柴子中那裡 多一點回到九龍 哈哈 很開心 哈哈 這樣對我 今天月底的這個 是啊 其實話說就是 關於白衣人的故事 那頭都是什麼的 就是 就是上次打到仆街那裡 Fucking邦啊 是啊 那裡打到仆街的附近位置 是啊 是啊 酒樓隔壁 是啊 就是這樣 這個月的傳說就是這個 因為每個人都要說七月十四的嘛 我們就說七姊妹 是啊 七姊妹 但是有觀眾說紅林紅順 紅林紅順 都是七個女人 哈哈 我沒想過 這麼巧的嗎 男人也不巧的 是啊 是啊 是呀 咦 日新 日新會不會見到七條女之後 和那個石頭呢 哈哈 哈哈 每一個石頭呢 原來 原來 沒有 還是說回來 台慶劇大家支持買票 沒錯 究竟會不會扭曲到 原來日新是這樣的 是啊 很暴力地排氣了 大家記得買票支持吧 是啊 在節目完結的時候 我們都是聽首 黃樓夢想的歌 是啊 是啊 希望今個月的傳說 大家都喜歡 因為 這個很古舊的 即是 每天真的 不是很少 可能港東沒什麼人記得了 但是電視 有看TVB的反而知道 因為TVB真的拍了很多次 其實我沒什麼印象拍了多少次 最近那個就是 《十二傳說》的其中一個都已經有了 我會咳嗽下宵觀可樂 犯罪紀錄 犯罪紀錄 喝水了 我多健康 今早要喝一湯 好啦 我們播歌了 是啊 紅套隆重 女兒命薄 紙紮如衝 默默素憑冷語 雨淋淚血 斑斑煞向西風 茅色 蓋花月 成煙如冰雪 芙蓉花前 我本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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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月難逢 財雲已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節 風流淋口 風流淋口 照人緣 受要多欣慰 傍身 多情公子 空軒 年 多情公子 空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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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